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 请支持MyRadio 名读起源报告 相关机构 礼拜二 8月24日 完成了这份报告 并且呈交给拜登 但白宫近日 被阿富汗撤桥问题 就搞到分头转向 可能都要等到 8月31日 撤桥完毕之后 才正式公布有关报告 不过有关方面 日前已经将报告内容的 重要部分 就放了给传媒 调控公众的期望 美国《华尔街日报》 和《华盛顿邮报》 就引述两名华府高层官员的说法 就说报告 就未能确定病毒 是由动物传人 还是在武汉生化安全实验室泄漏 因为中方一直都拒绝提供关键资料 报告的写法 和本栏几个礼拜前的预测 是吻合的 不过即使是这样无灵两可的结论 也足以令全球多个国家集体施压 要求北京配合国际专家 重启调查 北京外交战狼预感素缘 会演变成为索尚 实行恶人先告状 展开舆论宣传战 将责任推给美国 病毒是由美军在马里兰州的 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泄漏的 中共后舌 《环球时报》上个月就发动网上签名 要求调查有关的实验室 不过 这样的文宣就太呆板了 就需要加多些吸引年轻人的普及文化元素 中国有对爱国hip hop组合 天府事变 最近有一支英文新歌 Open the door to Fort Detrick Share light on tightly held secret 打开德特里克堡的大门 将严守的秘密曝光 全曲以网上流行的阴谋论贯穿 算是有点藏疑 外交战狼赵立坚诚意推荐 但可惜听众 不是很受乐 中国翻炒阴谋论是很难成功的 因为原材料是别人的 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秘密 美国早就有报道了 再者2019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 中国发生什么事 美国又发生什么事 所有的人都记得一清二楚 散改历史 都还是要耐心等待 等到人的记忆开始模糊的时候 你才动手 中国很在意 美国病毒溯源报告下什么结论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 傅聪声言 如果美国对中国 毫无根据的病毒起源指控 中国一定反击 有论者怀疑 拜登会不会在病毒问题上 放中国一马呢 我认为即使拜登有这样的想法 也很难在目前的美国政治形势下实行 前国务卿蓬佩奥 刚刚才在推特上炮轰拜登 他说 我曾努力工作 抗衡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特别是华为的情报洩取 现在华府竟然放弃抗衡 俄罗斯又得到油管 伊朗又得到数以十亿美元的款项 中共就得到晶片 因为美国刚刚批准恢复 卖汽车晶片给华为 美国第一的工作前功尽废 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利 卡布尔机场美国人员狼狈撤离的窝囊上 令到特朗普有东山再起的红心 旧布宿蓬佩奥近日马不停蹄 穿梭各州为共和党造势 希望在明年底国会中期选举取回优势 现在白宫任何对中国软弱的表现 都会成为特朗普攻击拜登的弹药 武汉肺炎瘟疫病毒溯源 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人命和经济损失如斯巨大 人类还可能要长时间和病毒共存 如果我们不搞清楚 这个生化实验室 有没有泄漏病毒的可能 未来就有机会重度覆车 武汉实验室最大的罪过 就是设立在一个全国的交通书楼 而全世界其他类似的生化实验室 都是在远离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 中国指控的德特里克宝 他是设立在军事基地里面的 只是选指这个错误 中国政府已经难辞其咎 病毒溯源调查 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不会不了了之 因为人类为今次瘟疫付出的代价 实在太大了 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和分享本节目 请付费支持 颠狗日报 多谢大家